贝雷亚 铁男 他们无法打祸祸的计划 对面这个阵3AD2AP 最好别打一级团 特别是我们这把带致命节奏 就更不要这团了 前期刷下来 致命节奏这个版本前期是削弱 但是后期是加强的 贝雷亚给赏现了是吧 拿它溢下来 那我可以整个打法来 我们可以这么打 直接 但他可能会来红开啊 直接在他红区开 然后刷山主也逮他 打不打得过他呢 可以试一下 我就知道了 哎卡了卡了卡了 直接来个高手模式 他要是没掉这个闪 他就会去拦开 他掉这个闪 他就会红开 跟他小卡了一下 又到了你们最喜欢的逆分环节了 看我怎么打我回来了 这样就没必要红开了 F6开吧 刷的比较快点 这有两个没位移的 他有可能会去防我们狼 因为我们开机刷慢了 所以就不要拦开了 会被他抓到 先看下来 要不然口子应该是有眼 闹一下 对面打野应该要上了 为什么呢 这杰瑟没血 给他拼一下 我们储猪被打回家了 他状态不好的 等他们生个二吧 刷个一就野了 现在去的话下路还没到饿 下路到饿可以抓一下 再不去这个AD要死了 那我来下路不是两个长岁这样子 我来脸上这么高了 还手啊 打不还手吗 这样子 白浪费时间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能被耗成这样子 那我这样的血盔抓下 我野权掉了 等我被看到还手太晚了 等我被看到还手太晚了 真的没 ra 我这就没到见到过 还有闪现在这怎么能这么难抓呀 我的天哪 人家人走了又溢回去 我都不知道在玩什麼 我都已經走了有一波兵就沒必要再溢了 我有點看不懂這下路 這個王去吧 哎呦我來一下第一時間像是我在一個打兩個 我們下路兩個跟個空氣一樣 好 好 好 中野抓不了 上野抓不了 满血 我都没地方去了 感觉只能刷着 这也不算了 这也不算了 我说我这一圈也没刷完他怎么快死了带个征服着 你们说我这波跟一打二有什么区别吗 太愧急了回家把纳什买一下吧 还在 这把对面打也不是很会我这个人进攻性没那么强 不然这把伤得这么难抓有点不好搞 这个怎么反应有点慢这弹枪啊 慢慢来了 不往后推这个倒霉的就自射我了 现在本来就比较客角越 特別是他還是當成路能邀我們等級 看到就得走 不要看你血好像比他多一半沒用 讓你放光血拉著血你直接死 大快好了我們這不要來中啊 我一個人守不住趕緊來人 不過有大家海賞可以試一下 我只說真話 你看能不能 要來放眼 呀 2.0公速 我這爐仙反應你別說這個能有點快的 小伙子是吧 小伙子是吧 現在貝雷亞戰路能力沒以前那麼強 不用那麼怕他 主要是把那段推一定要躲 你能不能打得過他取決於那個推有沒有躲掉 這個推殺很高而且有控制 角色躲這種技能還是比較方便的 一下就好 這把感覺可能不能出那個什麼東西了 這把不能出 不能出髮膛鞋了 來個鐵板靴吧 加個小股製造的怎麼樣 但是有雙AP又得先買深淵 這麼出吧 不然活不下來 你活不下來就A不了 這打法一定要A人 進場法師 這打法一定要追到對面A的 沒那麼多經濟買別的裝備 找一些性價比高的裝備買 找一些性價比高的裝備買 最後再補 先把雙抗先買鐵板靴加深淵夠了 一R閃拉兩個 R閃拉兩個 R閃快到了 走 走 咳 這版本 腳躍也加上了挺多的 那極數攻速大不都加起來 成長攻速小虛了 然後這個被動的話基本上全程可以保持 本來我們這個被動的話就有26 丟個技能翻三倍 就變76了 教育健身 你別說這個打法還真可以試一下 但是呢 只能打這些比較笨 戰裝輸出或者位移少的陣容 你看 開局 從被打奔再打奔對手 看到沒有 只用了10分鐘 開始享受鮮花展身 哎 接一下來來來來來來給怕什麼 他敢啊我這不是找死 這版本貝雷亞不能出這種輸出裝了 加成很低他只能出戰士裝 我上一次玩老闆點播的時候我就感覺出來 這傷害 不如以前了差太多 不能說不如以前真的是差太多了 出這個刺客裝的貝雷亞秒不了人 然後呢坦度也沒有 我現在在補面具 你點了 霍雷亞溪真的假的 不會騙我吧 我沒印一下 讓我回味一下 怎麼感覺你在騙我呢 我怎麼感覺你在騙我呢 你點了 霍雷亞溪真的假的 跟誰作對呢 啊 登陸了不起是吧 3-0了不起是吧 射擊了不起是吧 那你跟殺機一樣 他一槍我可以砍個3-4刀 這南家的這個點攻速的話大概只有個0.65左右吧 我剛才疊滿的話已經3-0了 三槍我說少了 4-5槍吧 這有4-4 這南枪死了 他沒TP的 直接拆他 壞了 這波有點小裝 哎呀 我 湯了你們知道嗎 沒事送他一個 這波主要是沒技能了 還在對面塔下沒兵了 再來一個這個吧 來個標吧 對面堆暴擊嗎 堆暴擊的話可以說蘭盾的 鐵板靴加蘭盾也可以 好像是堆暴擊的 堆暴擊的話就蘭盾了 堆暴擊起蘭盾 這個版本暴擊裝還加強了 那他加的越多 這個我們就扣的越多 鐵板靴加蘭盾 不是你每次都這麼極限嗎 這個盧仙 這個人反應這麼快嗎 他給的不早 也給的不晚 給的剛剛好 我要打中他的一瞬間給 有點會呀 貝雷雅還沒走 這波他就正常了 這女坦的一前一這麼明顯 他這波躲不了 快了 快了 技能斷了 他慶了 這盾確實挺下的 哎呀我去被勾引了 又是一个闪 我感觉我这把打了几百个闪现了 这下路闪现我打了几个了 这 这两个人我起码打了三个了 我跟你们讲 一个闪现三分钟 哇好像这把游戏 这下路闪现全我打出来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把这个下路闪现应该全我打出来的 那我先给他宰 我的眼睛注视着万物 我感觉呢 我还要在这下路上 我还要走 这下路闪现全我打出来的 那么我这把刀放在那里 我还要打出来的 可是我还要打出来的 我还要打出来的 把我拉進來,外面已經死了,他殺不了我 等下隊友就好 忍著拿下隊 我在掌被動,你配我拉 他也被他害死了,我跟他可以升一級的 死了兩個,他這把在打,我有二才可以殺他 還是得殺這個輔助真的 他就撓了一下我,打了我挺多血的 這貝雷亞主要他第一時間有易減傷在,打他也沒那麼快 還是得先秒他們輔 想著半血先給他秒,不太行 蘭盾也有了 最後一件再來個什麼 假修吧,我現在有血量有雙砍,假修加層挺好的 這就玩,這就有點玩到那個神話版本的第一版那個日眼角約 我們有退路了 打了三千 借攻 借攻也不是不可以,我攻勢那麼快 但是我覺得假修比較穩 75,60,假修加額外多少雙砍,加30 其實我60再加50的話我130左右 額外給我將近50點雙砍 這50點雙砍太香了 借攻才加多少 但是借口有穿透在,我還沒算血 我還沒算血 可以打八龍了 可以打八龍了 這一都沒佔,我被他要掉下去了 他面板還有300血 双双额外给的50 再加上本体给的50 直接100双抗 100双抗加300血 感觉不能出戒功 知道100双抗300血是什么概念吗 主要这个戒功给的是攻击力 又不是法强血量 没用 真没用 他要是给的法强血量 就可以买 让我盾有加成 100双抗300血 面盲属性就有个4-5千了 3千了 我戒指卖的还不够 还差个800多呢 那啥子毛笔 我说他怎么敢跟我打男枪来了 他打了一下 他打了一下 直接卖了吧 300选买了之后 深渊应该 剪的木看也剪满 冰杖加防甲 加点燃 它其实没打我多少血 点燃都烧了我200多 主要是防御塔 这铁兰其实没打我掉多少血 正常来讲 在外面的话 他应该打不动我 我这盾有个500多 我只说真是 他也都没有我快 无敌 假休息买再来一个钢铁合计 最好这个铁拿把我拉进去 让我这个证明铁都叠满了 日炎那点伤害看不上 日炎不是以前那个日炎 以前那个日炎神话刚出第一版 是现在的三倍的伤害 也没听错 对比一样能秒 在这种出装里面这套不挂的 你不能想老是几个技能给他秒 你把对面秒的同时 障障说是这么强 你还想秒对面 对面还秒不了你 你这想屁吃 老是有人觉得 不是刺客那种瞬间爆发 就等于伤害低 你要看你玩的拿着王法 已经减了25魔 看了 在法塔里面这个打法伤害已经算很高的 我这个苦鹿羊群QER动都动不了 再加个蓝盾 主要是开局都奔成那个样子了 这个打法我觉得可以有 打法都是能开发出来的 我们要当版本的弄操 今天版本一更新的打法就开发出来了 研发成功 降低了那很明显是被破抗性了 他应该是有黑切子 缓和了3万1 承受了3万5 吃了11万的伤害 我们要见周阿 优秀 他们法身 integral 是roc От 们 Tes 优优 可能 可能 懒 进